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,社会保障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 从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到国家养老金体系,问题正在层出不穷。 深圳当手机号码成为社保缴纳的筹码。 想象一下,你使用了14年的手机号码突然被停机,而解封的唯一途径竟然是提供社保缴纳证明。 这看似荒诞的情景,却在中国深圳真实上演。 7月15日,一位深圳市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,控诉自己使用多年的手机号码,无故被封。 更令人震惊的是,当他联系中国移动客服时,得到的答复是,解封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、居住证明、信卡和最新参保信息,前往营业厅办理。 深圳移动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解封需要提供在深圳连续参保6个月的信息,这是为了证明用户在当地工作。 这一回应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质疑,难道不缴纳社保就没有使用手机的权利了吗? 网友们纷纷猜测,这可能是当局为了逼迫民众缴纳社保而采取的新手段。 毕竟,在当机社会,手机号码已经与个人身份紧密相连,失去手机号就如同与社会脱节。 面对舆论压力,深圳移动于25日发布声明,称当事人被停机是因为存在中高设诈风险, 并表示已经优化规则,不再将参保信息作为核验条件。 然而,这一解释仍然难以令人信服。 这一事件折射出的不仅仅是通信服务提供商的不当行为, 更暴露了地方政府在社保征缴方面的焦虑。 近年来,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,社保缴纳率不断下降, 各地政府开始使用各种手段强制征缴, 如将父母参保与子女入学挂钩等。 这些做法无疑加重了普通民众的负担, 也引发了对社会公平的质疑。 养老金危机当未来变得不再有保障。 如果说手机停机事件还只是影响部分人的日常生活,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则关乎每个中国人的晚年生活。 中国的养老金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, 仅2023年上半年, 就有7支养老目标基金发布了合约终止和财产清算报告。 这一数字令人震惊, 在过去6年中, 共有15支养老目标基金宣告清盘, 而今年的清盘数量就占了近一半。 这意味着清盘速度正在急剧加快。 养老目标基金的频繁清盘, 反映了中国养老金体系面临的深层次问题。 首先, 中国股市的持续低迷使得这些基金难以实现预期收益。 其次, 国内投资者对长期投资的信心不足, 导致资金募集困难。 更为严重的是, 许多养老目标基金已经陷入亏损状态。 这一系列问题的后果是什么?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, 这意味着他们的养老保障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确定。 更为严峻的是, 这个问题并非个案。 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, 养老金缺口巨大。 据估计, 到2050年, 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。 如果养老金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, 将会影响数亿中国人的晚年生活质量。 从深圳的手机停机事件, 到全国范围内的养老金危机,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经历巨大挑战的社会保障体系。 然而, 这些问题的影响远不止于此, 他们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, 尤其是在就业市场上。 在所有受影响的行业中, 曾经被视为金饭碗的银行业, 可能是变化最为剧烈的。 让我们走进银行业, 看看这个曾经令无数毕业生向往的行业, 如今面临着怎样的寒冬。 银行业的寒冬从金饭碗到断崖式降薪, 以江南的经历为例。 这位在某股份制银行工作的理财经理, 曾经有着令人艳羡的收入, 2022年收入其实还不错, 月均两三万。 在业绩比较好的月份, 像我这种工龄比较短的, 月薪五万也达到过。 然而, 仅仅一年之后, 江南的月薪骤降至2800元, 这种断崖式降薪, 让它一时难以适应。 造成这种巨大落差的原因之一, 是银行的降本增效政策。 江南解释到, 比如新近100万存款的绩效奖励, 直接少了一个零。 这意味着, 即使员工付出同样的努力, 获得的回报却大幅缩水。 更令人不安的是, 负绩效制度的实施。 江南举例说, 假如下个月有一单保险的收入是2000块钱, 但上个月你还欠了公司3000块钱, 那等于你这个月还欠公司1000块钱, 等着再下个月继续扣。 在这种制度下, 员工不仅要担心收入下降, 还要面临道欠公司前的风险。 与此同时, 银行对员工的业绩要求却不将反升。 一位名叫伊林的管陪生透露, 他所在的银行, 要求每位客户经理年薪增5000万至8000万iom, 而且半数要在手机肚内完成。 这意味着员工们每天都要完成至少20个30秒以上的有效电销, 并拜访三个客户。 这种高压环境下, 许多银行员工感到身心俱疲。 王东, 一位私刑财富顾问团队总经理, 到处了许多同行的新生, 各种业务特别多, 理财、 保险、 基金、 信用卡, 有时候完全没办法遵从自己的想法, 从客户层面去做资产配置, 只能跟着行李任务走。 健康代价, 当工作压力变成身体警报。 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工作, 银行员工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。 江南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 2023年6月29日, 年终业绩冲刺的最后一天, 江南感到身体极度不适, 整个人都不受控制的载倒, 他回忆倒。 当晚, 江南被紧急送医, 诊断结果是假抗, 最严重的时候, 躺在床上静息心率, 每分钟200多下, 完全不能动。 江南的遭遇并非个案。 近年来, 假抗、假碱、 假状腺结结等内分泌系统疾病, 在年轻人, 特别是年轻女性群体中的发病率, 不断上升。 长期高压、 熬夜与剧烈的情绪波动, 都是假状腺疾病的主要诱因。 作为一名管理着500余名客户的理财经理, 江南不仅要承受巨大的业绩压力, 还要充当客户的情绪垃圾桶, 有客户半夜12点多打电话, 我睡着了没能接到, 结果第二天早上就收到了客户投诉。 也有客户拉着我, 分享了一下午家里的难过事, 我越听越难过, 越听越难过, 我恨不得跟他一起哭。 另一位银行员工周梦, 也面临类似的健康问题。 在入职第二年的体检中, 他被查出甲状腺结解。 更令人担忧的是, 当他向同事们提起这个问题时, 得到的回应却是, 我们都有。 你不用在意, 这种土边性, 反映出银行业员工的健康状况, 已经到了病人堪忧的地步。 从深圳的手机停机事件, 到全国范围内的养老金危机, 再到银行业的断崖式降薪,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经历巨大挑战的社会保障体系。 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个人权益, 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。